香港青年走在最前 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眼 最近美国几乎是陷入内战的边缘 事员是美国德州的州长 就说根据他们州的宪法来说 他们是有权自己保护自己的 所以就派了美国的国民警卫队 去到美国和墨西哥的边境 来阻止联邦政府去拆除围场 同时接下来就是美国总统的大选 拜登的对手特朗普就自然不会放弃这个机会 他就号召美国其他的州份来支援德州 结果特朗普一出声之后 美国超过过半数的州份 都说要响应特朗普 所以就搞到美国的形势 陷入几乎去到内战的边缘 我们稍后就讲一下这件事件 对未来的美国究竟有多大的影响 香港青年走在最前 大家好 我是小明 有关恒大集团就有一个结论出来了 因为1月29日的时候 香港的法院就正式对恒大颁布清盘令 其实有关恒大清盘令的问题 并不是时至今天2024年才发出的 但是经过多次延迟审讯之后 有关破产清盘令就终于出来了 对于今次的破产清盘令 有很多人都很关心的 首先就是哪一个能够拿到钱 和投资了恒大股票的股民 到最后能不能够拿回他们的本金呢 那我们在这一条影片里面都会和大家说的了 在影片开始之前 就和大家说一个消息 就是我们另外一个频道 《游手好行》就出了影片了 在影片中 我和阿西和家伟 就会带大家去到深圳的东门那里 来看看这个直播街的 大家记得 除了支持我们香港青年频道之外 都支持我们《游手好行》的频道 在影片开始之前 请大家赞好留言 和订阅我们香港青年频道 还要记得帮我们按旁边的中键 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每一条影片了 在几日之前 美国德克薩斯州 即是简称德州 州长亚尔伯特宣布了一件事 就说到拜登政府被那些非法移民 去到涌入德州 对德州的安全已经构成了威胁了 所以根据他们州的宪法来说 他们就会调动这个国民警卫队 去到这个墨西哥和美国的边界那里 来阻止美国联邦政府的人员 去拆除那些围场 说到这里大家是不是很疑惑 一个州的州长 竟然可以调动国民警卫队 来与这个联邦政府去对峙 说到这个国民警卫队的话 这里有少少资料要科普一下 就是在美国来说 大家都知道美军就是美国的军事力量 而国民警卫队就有别于美军 是美国的第二个武装部队来的 而他们也有分陆军和空军 虽然他们和美军不一样的 就是他们不需要去到海外去接受任务 但是他们也需要承担美国本土的防卫任务 因此不能够小看这支国民警卫队 因为他们的陆军和空军 所装备到的武器 基本上和美军一样是这么先进的 例如好像陆军那样 美国陆军所拥有到的战车 坦克 火炮 国民警卫队的陆军 是一样配备的 甚至乎那些爱国者导弹 他们国民警卫队是一样拥有的 不止这样的 其实他们的空军 还拥有美国空军 所拥有到的最先进战斗机 例如是F-22 F-35 所以如果有网民认为到 这个国民警卫队 是不是好像我们中国的武警部队那样 那样就大错特错了 虽然在我们中国自从军改之后 武警部队就脱离了解放军的编制 但是武警部队的主要职能 都是负责维护社会的和平 就不需要好像国民警卫队那样 配备到有坦克、战车 甚至乎是防空导弹和战斗机 而且根据美国的宪法 在和平时期来说 国民警卫队就不受这个国防部门去指挥 而他们每个州的国民警卫队的指挥权 都是在那个州的州长手中的 所以根据这样的一个设定 今次德州的州长 他才可以直接调动属于他们德州的国民警卫队 而州的宪法亦给到他出师有名 因为他们在宪法中说了 他们每个州自己有权力调动武装组织 来保护他们州的安全 而在德州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之后 拜登在美国大选中 最主要的对手特朗普就没放弃过这个机会 他就号召到其他美国的州份 好像德州那样 就派到这个国民警卫队去协助拆除围场 简单来说就是叫其他州份去支持德州 那特朗普一开口 美国已经有25个州的州长 是响应了的 那我们看看 美国有50个州份 那现在25个州都和德州站在同一阵线 再加上德州本身他自己 那就是有26个州 是站在同一阵线那里 和拜登是不妥的 那对于拜登来说 这下麻烦就大了 如果他坚持要和德州压到行的话 那真是分分钟 国民警卫队和他们联邦政府的人员 搞不好就会拆枪走火 而就真真正正引爆了美国的内战 如果拜登选择退缩 就好像现在这样 其实拜登选择了退缩 因为他承认了自己在边境移民的政策上 是有缺失的 但是这样做的话 对他这几年的管治 对他的威望来说 就会造成了打击 那接下来就选总统了 他的对手就是特朗普 现在未选 美国的民调已经显示到 特朗普的支持度 已经在领先拜登了 再加上今次的德州事件 特朗普一声号召之下 已经有25个州 来到响应特朗普的这个说法 起码从牌面去看 这25个支持德州的州份 再加上德州自己26个州 他们大部分人 都是不满意拜登的施政 尤其在这个移民的政策上 而且本来美墨围场的这件事 就是特朗普年代的产物 因为当时特朗普打着那些大美国主义 和现在拜登需要拆除围场 来到吸纳新移民的选票 自然美国人 当然是拜特朗普这套多些 所以德州事件出现之后 无论结果是怎样来说 拜登的连任之路 都可以说到是非常之渺茫的 而虽然今次的德州事件 是未能够升级到 是真真正正的美国内战 但我们都可以看得出 这个美国内部的分歧 自从南北战争以来 似乎现在是最激烈的 如果一旦 美国是因为这些分歧 而引爆了内战 而搞到他们美国是分裂的话 到时那些很崇尚美国式民主的人 叫他们情何以堪 因为那些人觉得美国的民主 是全世界最优秀的 但优秀到 要用内战来解决政治上的分歧 真是世界上一个天大的笑话 难怪早前俄罗斯说要暗示收回阿拉斯加 其实今次这25个撑德州的州份里面 其中有一个就是阿拉斯加来的 虽然今次这个事件 就不可以真真正正 称得上为美国的内战 但我们相信 照着现在美国的状况去看的话 美国的内部矛盾 迟早有一天 可能又会变回美利坚南北潮 又或者分开东西两岸来管治 都不出奇的 就在昨天1月29日的时候 中国恆大股票编号3333 恆大物业6666 还有恆大汽车708 都已经在港交所宣布停牌了 因为有一条新闻就说到 香港法院对恆大集团 就正式发出了破产清盘令 其实有关恆大清盘令 都不是2024年的时候才发生的了 早在2022年6月份的时候 香港高等法院是第一次 跟恆大提出有关清盘的问题 其后押后再押后 去到2024年1月29日的时候 香港法院正式向恆大 发出了破产清盘令 也即是说在未来18个月里 再没办法向法院提出一些重组方案 在今年年中至年底 恆大集团将会刻在历史上 那我们看看恆大集团究竟负债有多少 而资产又有多少 目前来说恆大总共有17400亿资产 但它的总负债是23800亿 这些负债项目最主要分为三个版块 第一就是银行、供应商、还有业主 但因为恆大是被清盘的嘛 即是说到恆大清盘之后 它现有的17400亿资产里面 就将会被低价出售 那我们先不要计会不会被低价出售 就这样将它的负债减去它现有的资产 中间的负债还有7000亿 也即是说到它的债权人里面 有一部分人是没办法可以拿到钱的 其实有关债务偿还的顺序 第一就是业主第二就是供应商 其后才到银行方面 当然还有些境外资产问题 但银行方面就包括了很多股民在里面 根据这个先后次序来说 我们看看现有恆大的总资产里面 要还给业主的首期其实是没问题的 又或者供应商的美款也是没问题的 即是说到恆大被清盘之后 那些所谓的烂尾楼都能够正常原供 只不过还有很多银行是贷款给恒大 那银行贷款即是股民去投资才有这些钱 即是说到这些股民很大机率 是不能够拿回他们的本金 那说到股民 我们就必须要提及今次主角之一联交所 这个联交所最主要的工作 就是审核和批准这些上市公司的申请 而根据他们的上市规则第6.01条 联交所是随时可以向这些上市公司 作出停牌或除牌的行动 只要有关的上市公司未能够遵守 这个上市规则的第13.24条 即是说到这家上市公司已经完全 又或者大致上停止他们的营运 又或者这家上市公司的财务困难问题 这个联交所也可以向这家上市公司 向他们作出停牌又或者除牌的行动 有些人就说 究竟联交所又或者港交所里面 有没有一些投资者赔偿机制 因为他们关心的这个投资者赔偿机制 就是说股民手中持有的恒大股票本金 但其实我在这里想和大家说 有关投资者赔偿机制 最主要就是保障银行的证券发行商 其实若然一家上市公司真的清盘了的话 有关股民小股东就不在投资者赔偿机制里面 说到这里有很多股民就说 那我手上的恒大股票不是玩完 难道我一元都拿不回吗 其实一家上市公司被清盘之后 有几种情况之下 小股东和股民是有机会能够拿到赔偿的 第一就是有人愿意去回购一些股票 例如恒大本身的股东是愿意买回这些股票 不过就算这些股东真的想买回这些股票也好 也有机会是低价收购的 第二个可能性 就是本身这家上市公司现有的资产 因为这个顺序结果的问题 本身将所有的资产变卖之后还剩下钱的话 也有机会将这些资产 是派回给小股东或股民的 但如果要根据这个条件 恒大集团看法就做不到 那恒大集团究竟还有没有一丝的机会能够满血复活呢 那确实是有的 根据联交所的上市规则第6.01A条 若然被清盘的上市公司在18个月之内 能够向联交所公布它的伏牌计划 又或者是他们这家公司的债务重整方案 也可以向联交所提出伏牌建议 但问题就是现在恒大的负债真是超级多 说真的只是恒大集团的负债 已经去到2万多亿了 就算扣减它所有的淨资产 都差7000亿 还有再说恒大集团这件事 可以说到大人小孩都知道 究竟还会不会有银行 对恒大集团做债务重组呢? 不如这么说有哪间银行是敢再借钱给恒大 所以有关恒大清盘这件事里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不单只是恒大集团 他们自己这家公司的问题 可以说到是牵连甚广 未来有什么荒浪可以阻止到同类型的事情发生呢? 其实有关帮一些上市公司 那个审核流程 我觉得应该加多几点 首先就是那家公司的财务状况 另外就是它的债务问题 在这家公司的营运流程当中 有关的监管机构 应该恒常地去监察一下他们 那好像恒大清盘这件事 到最后哪一个受害? 就是老百姓 所以要审核这些上市机构的问题 我觉得他们的流程真的要做足些 才可以确保不要再有恒大类型的事件发生 那好了 今天我们香港青年频道的分享就到这里 请大家继续支持我们香港青年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